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52年2月10号 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 专属专员张子善 因为贪污腐败罪被处决 这是1949年以后 中共处理的第一起重大腐败案件 这一案件也因此被称为 是共和国反腐第一大案 所谓中共建国以来 被处决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案件 具有标本式的价值 甚至也成为中共反腐败的 一个符号 60多年来 此案被反复提及 因为时至今日 腐败依旧是中共面临的严峻问题 60多年之后 让我们再一次回望张刘一案 期待透过时光的封音 来寻找到 它的历史和现实的价值 要走到那个墙根底下 也就75米 这个南罢厂呢 就是在解放以后啊 就已经废弃了 不再使用了 1952年2月10号 就是枪毙刘青山 张子善就在这里 61年前 在这个广场之上的两声枪响 震动整个中国 而伴随着枪声的响起 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名字 也很快家喻互相 至今 这一事件还深深留在很多普通人的记忆里 有人说 正是这两声枪响 关注了中共死后20年的青年 而在此之后的时间里 刘章二人的名字 更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一个符号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1年6月的照片 照片中 坐在左边的是刘青山 坐在右边的是张子善 这张照片中 坐在前排最中间的小孩 便是刘青山的长子 刘铁奇 1952年 刘青山被枪毙时 刘铁奇年仅七岁 如今他已是68岁的老人 张子善有个孩子叫张铁雄 四五岁上也死了 但是我从资料上就知道 为什么刘铁奇 刘铁家 刘铁兵都叫铁字 铁奇他妈 范勇说了 当初地位最早的孩子 就是张子善的儿子 叫铁雄 所以后来我们新属的人 有了孩子 就跟着铁雄排下来 说铁奇 铁家 铁兵 孩子们的名字 或多或少反映出 刘章二人 荣马 孔总的革命生涯 也印证了刘青山与张子善之间亲密的关系 这里就是文明全国的十家大院 他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刘青山张子善曾经在这里办公 解放初期的时候呢 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呢 就迁入了十家大院 当时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 刑组专员张子善办公地点就在这个院 十家大院坐落于天津市千年古镇杨柳青 始建于1875年 它是清代金门八大家之一石垣市的旧宅 其建筑结构独特 砖木石雕精美 占地7200余平方米 被称为华北第一宅 当年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刘章二人才将办公地点选到了这里 华北第一宅里的这个简陋的房间 连曾是刘青山的办公室 1949年医院 天津解放 七个月后 河北省天津地委成立 刘青山从河北苍州地委调任天津地委书记兼刑署专员 在上任之初 刘青山便特意向河北省委提出要求 要从省委带一个人一同去天津 这个人便是张子善 1945年 张子善任中共冀中八地委组织部长时 便曾与刘青山一起工作 张子善到达天津地委后 刘青山将专属专员一职 让给了张子善 当时省委准备让张子善写材料在省委 当秘书啊 秘书长啊 什么之类的 张子善不愿意干这个 刘青山才拉过来 他们俩能说得来 他们俩能配合好 故宫出身的刘青山十字不多 性格粗犷 而学生出身的张子善 性格内敛 温文尔雅 两人一文一武 以粗一戏 形成了天津地委的党政搭档 刘青山这个人呢 路径好汉式的 豪爽 工作有魄力 该入手救出手 是这个公众干部 非常敏感 我对张子善的印象啊 我讲的那点话 他三十岁出头 挺帅 你说是儒家讽度吧 还挺活跃 不一般这个 做讽划方面的 已经92岁的李冰 是历史少有的见证人 50年代 他曾在石家大院 与刘青山张子善 一起共事 李冰回忆说 当时的刘青山和张子善 给很多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以至于后来案发后 很多人都很震惊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 导致刘彰出事的原因 正是二人之间 这种亲密的合作关系 此时由于中共刚刚入城 政令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因此整个天津 大情小事 几乎都由刘彰二人拍板决定 原本党政互相制约 监督的机制 变成了二人沆瀣一气 在李冰的眼里 张子善对刘青山 几乎是言听计从 功顺有加 刘彰案发后 当时的报纸 曾有过这样的评论 刘青山张子善 将天津地区 搞成独立王国 对党内民主 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 把党委制变为家长制 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 擅自做主 独断专行 违法乱计 随心所欲 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 形成了党内的特殊人物 根本不要 也不容群众监督 使下面老老实实 做工作的同志 经常提心吊胆 正是这样的党政合作关系 为刘章二人死后的腐败 埋下了腐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刘章一案的调查过程当中 专案组曾经在天津地委的文件当中 发现了一封写于1951年年初的 财委会办事员申诉信 这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 在财务报销当中存在问题 曾经直接的向张子善反应 反而被张子善训斥了一顿 办事员具体力争 和他大吵了一架 又招致了长期的排挤和打击 这位办事员就据此向河北省委写了申诉信 然而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 这封信要由地委转交 结果就被暗中压了下来 在刘章二人合作无间的时候 实际上天津地委就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了 内部的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的声音 都被压制了下来 刘章二人的案发 造势于一次平常的职务调动 1951年8月 刘青山被调任河北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摄桑当时规格很高啊 据说他的书记 摄桑市委书记 曾经是他两个相当有名的担任书记 说他的规格是比较高的 第一任 好像是李先念 第二任是可庆施 上海市委书记 华农局书记 可庆施 据知情者讲述 当时上级已经将刘青山 签订为河北省委副书记的人选 因此 在石家庄的任职 可能只是一种过渡 一封写给天津地位机关生产管理处处长康光宇的信 表露了刘青山当时的心迹 光宇同志 你的信我已收到了 内言君知 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料 因此我不把款带着 作为预防他这种行为 省委若派人去你处检查时 可把那三千万向他们公开说明 金派老朱同志把车送回 为表示我不要此车 悉你设法多替我说句话 刘同志不要 张三番五次给他 叫他带走 刘树拒绝 这封管藏于石家大院的信中 隐约透露出了刘青山与张子善之间的嫌隙 也带有刘青山对可能东窗事发的隐忧 此时的刘青山正被选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 即将随团长郭沫若一同赴维也纳 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 在临出发前 他向康光宇发出了这封信 在这封信的结尾处 刘青山还特意嘱咐康光宇 千万保密 不使别人知道 请你废神从深移中将我拉出来吧 刘青山在临行之前的这封信 所隐含的对象显然是张子善 一切似乎都在表明 刘青山与张子善 这对看似亲密的合作搭档之间 其实有着重大的利益分析 多年以后 我们的采访嘉宾 从刘彰二人的不同性格上 进行了解析 刘青山的话比张山厚多 刘青山是故宫出身 是学生出身 学生出身可能道道比他多 按我们老家的乡亲 按我后来接触到的 我父亲的这些老战友 老同事老部下 就是说我父亲 一对人特别诚恳 脾气是暴躁 他可以当年马届 但我绝对不会在背后搞明堂 1950年秋天 因为身体原因 刘青山请求组织批准 前往天津市内马场道 这座小院修养 天津地委的主要工作 便被交到了专员 张子善的手里 无论大情小事 都向张子善汇报 然后由张子善 转成刘青山 张子善的野心太大 他把专专山的话 能点二千 把他弄得生活能挺好 另外的话 把他弄点的 弄点的 不算不是人 在一会儿 那么困 结果的话 他这个整个的话 这工作他掌握着 他说我三十当地委首席 四十的话 当省委首席 五十我就能进中央 张子善 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合作中 刘章二人 逐渐产生了嫌隙 1951年5月 刘青山收到调离天津 前往施家庄的调令 接到调令的刘青山 却不愿意离开天津 他将推荐张子善前往 但没想到 却遭到了张子善的拒绝 他还不愿意走 因为前景地委太肥 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一种体系了 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矛盾 也不排除张子善挤他 因为张子善的书记 从位置上更重要一点 张子善资格也很老 那刘青山走的时候 张子善就是书记了 他们之间也不是这种铁心同盟 在利益面前 都暴露出了人性的缺点 道道多的张子善 在利益面前没有让步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1951年6月20日 为了欢送刘青山即将离开天津 天津地匪和天津专属的所有干部 一块拍下了这张合影 在照片中 刘青山和张子善 依然并排而坐 但此时两人的关系 却早已貌合神离 1951年6月28日 刘青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离金钱 把所有之账 弄个一清二白 不留后事 绝不留空 叫他们钻 此时的刘青山 也许已经意识到张子善 已不是两肋插刀的兄弟 而是利益瓜分的冤家 1951年8月 在刘青山前往石家庄赴任之时 张子善从地位机关生产管理处 支取2800万元 同时将地位的一辆汽车 一同送给了刘青山 刘青山收下了所有的礼物 但却给机关生产处处长康光宇 偷偷留下了3000万元 以备不时之需 刘青山离开后 张子善成天津专区 真正的一把手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等待他的 不是大展宏图的机会 而是即将降临的危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在河北廊坊呢 有这样一个老干部 他的女儿通过个人努力 去了美国留学 最后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当老人得知消息之后 暴跳如雷 而且因此宣布 不再让女儿踏进家门一步 他的理由是 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女儿 怎么能够嫁给帝国主义者呢 由于老人太固执 女儿一直等了十多年 都不敢回家 这个固执的老人 就是袁天津专属 副专员李克才 这是一张天津地位 党政机关人员的合影照 在这张照片中 坐在前排最中间 两个位置上的 是刘青山和张子山 后来正是因为 李克才的不断解法 刘彰二人才东窗事发 同刘青山张子山不同 李克才属于当时 中共队伍中的 另一类人 直到今天 这位个性党性鲜明的人物 依然鲜活生动 她的大女儿 从克斯基努力 到美国留学 博士 还在美国称的家 有一个洋女婿 美国人 九十年代 回国 这个到苍州 在看望 美国人在看望 老丈人 老丈母娘 去了以后惊呆了 这个小寒散的小院 这几间平房 水泥地面 破烂家具 十几次十几次 十几次的一个电视 没一样三样的家具 她也见过中国很多高官 也见过很多中国有钱人 她认为副省级 地委书记 或副省级干部 应该是 你才是高官吧 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李克才 非常简朴 一倍的连接 他们上波头 这个考察外 四个人吧 人家后来 依然给了一下礼 当时人家没告诉他 有这下礼 这一到家以后 谢了一下礼 他让人送回来 一说的话 多人的原则 共产党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 今天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拼接 我们依稀还原了李克才的履历 李克才1937年加入八路军 曾担任过游击队长 长期活动在石家庄一带 绰号李二 1944年调任冀中千蓝峰联合县县长 去天津任职之前 李克才担任静察记第15分区专员 1949年7月 李克才被调任天津专属副专员 配合刘青山张子善的工作 看国解放以后啊 这个各个分区的话都撤销了 我们在15分区 刘青山在8分区 张子善在10分区 三个地区合在一块组成一个天津专区 天津专区的话呢 这个书记是刘青山 这个专员呢是副书记 兼专员是张子善 我们的老伴呢 由专员建为副专员 三个主要领导人吧 就他们三个 李克才是从唐山调田进的 据说气了 他就给他们尿不到一个壶呢 也或许正是这种做人和力上的分歧 李克才与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形成了天然距离 李克才担任天津专属副专员后 办事灵活的张子善也曾想极力拉拢李克才 但却数度遭到李克才的拒绝 五一天就七月份呢 我生孩子 张子善给我送老二百万 给我送老二百万 这么厚 两大 这么厚 两大人民币 第二天的话 李克才回来了 李克这钱 怎么这些钱呢 我说你这不是生孩子 这你张张说 那个让营养一养 他说他哪有钱呢 这都是公款 他们挥霍公款 给送回家 从1951年开始 看不惯刘张行为的李克才 便开始持续向上反映刘张的问题 他曾先后三次 向当时的河北省主要领导反映情况 但却不断遭到敷衍 默示 第三次去的话 又汇报几乎 这个林铁的话 拿着报纸 人类瞅不瞅 你回去吧 回了以后啊 那个又生气啊 是 又 你说这是 你说这共产党怎么这样的 你说这玩意 可是汇报也不听 这共产党怎么变成这样的 这领导怎么变成这样的 就直接将李克才告状的情况 回馈给了刘青山 张自善 李克才正在 正告状的 正告状 你们得小心 哪些事 你该守恋守恋 等于送了个信 这就造成李克才几大的被动啊 这等于是 把秦阳莲的案子 又转到陈日明手里去了 没办法了 是吧 至此 刘青山 张自善 与李克才的矛盾 开始公开化 市长上级的包庇纵容 刘青二人的行为 开始逐渐肆无忌惮 他们公然打压 挑衅李克才 李克才投诉无门 情绪极度抑郁 身体状况 日渐恶化 反正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倒是 这是怎么着 黑结发烧 受 无明受 受的 这后来一查的话 肺结核 都整个烂了一个肺 然而 情绪 却就是在这样的极限中 被激发了出来 1951年的11月21日 中共河北省委 第三次代表会议 在省会报定召开 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 愤怒的李克才 当着与会的824名代表 公开揭露了 刘青山 张子善的行为 一时引起全场轰动 刘彰一案 自此 东窗事发 刘彰一案的东窗事发 既有李克才不断的揭发 也有刘彰二人之间 因为利益分配产生的嫌隙 更重要的呢 是他处在了一个历史风口 而就在此前 毛泽东刚刚收到了 来自东北局书记高岗 关于东北严峻腐败 形势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写道 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当中 就揭发出了3629人 存在贪污行为 东北区贸易部 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 5亿元人民币 此时距离中共政权 建立刚刚两年的时间 对这样一份报告 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批语 再不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 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 这个曾经带着清纯政治梦想 入城的政权 为什么在一夜之间 就陷入了腐败的泥沼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政纔 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